陈东创作的遮天 后期制作小白菜 第千零九十三集 你在说什么 鲁牙怒发冲冠 他乃一代天骄神子 金屋族第一节 却被叶凡如此小觑 吃一日食物丹已经够憋屈了 此时更是怒血沸腾 叶凡不想多说什么 说了一句我送你上路吧 将神女炉摘了下来 拖在掌心向前镇压 神女炉威能高过乌尺流金堂 因为它是古之大地著成的 拥有无尽玄妙 顿时天崩地裂 远古圣人气息弥漫 鲁牙脸色铁青 在其灵魂深处 冲出了一杆大旗 烈烈作响 他感应到有族人在朝这里飞来 召唤族旗 刹那间铺天盖地 惊旗招展 雾武器翻腾 像是有十万天兵天将杀来一样 另外 旗赶大旗破天而来 如七只祖乌降落 烈烈作响 这是该族的绝杀神阵 昔日 在汤古时 金屋族曾展出镇教至宝 八杆大旗组成一座太古沙镇 开与圣兵媲美 因为是圣人所遗留 可惜被仁皇化生出的神奇念 全部斩断了 而今这些大旗正是那些断旗 虽然毁掉了 但依然有无量的神能 毫无疑问 有金屋高手赶来 想要圆九鹿鸭 哗啦一声 八旗招展金屋飞腾 与神堂一起震动 发出远古圣人之威 金屋一族要杀叶凡 花费了大量心血 除去鹿鸭手持神堂外 还有一批高手携祖气而出 而今终于是派上了用场 叶凡出手 神女炉鸭落下来 没用的 今天你就是再召唤来一件圣兵 也活不下去了 我就不信 神堂与祖气相合 还压不了你一件圣兵 鹿鸭大吼 四倍潜能发作 浑身像是在燃烧神力惊人 动的一声 五尺流金堂与八杆祖气 同攻伐晶莹的神炉 天地巨阵 鹿鸭潜能燃烧 持一件半圣兵 抵住了神女炉 而且 无比的疯狂 一副要玉石俱焚的样子 结束吧 叶凡一声冷喝 在这种关头 他不想让自己受一丝伤 避免被人所衬 翻手摊开掌心 出现一枚如墨玉一样的头骨 镇压向前 人们惊呼 太阴脚的远古圣人头骨 这颗如黑色金石一样的剔透的头骨 当场将残缺的金屋祖气挡住 画起了这座太古沙镇 而后神女炉压落镇的神躺不断的抖动 鹿鸭大口喷血 身体一寸一寸碎裂 眼看就要毁掉 天地尽头 也不知道在何方 这是一个火焰的世界 到处都是天火 一座古老的洞穴中 更是充满了太阳之精 而这片可怕的地方 却是一个人的闭关之地 此时 一个如魔神一样的王者 疏得睁开了眼睛 在鼓洞中射出两道闪电 他正是金屋王 一个超级恐怖的存在 与他同代的人差不多都死绝了 即便是当年也没有几人可与他争锋 在他醒来的一刹那 神舟元须遗迹 鹿鸭吞下去的那颗宝丹所蕴含的虚影 一下子像是得到了滋养 又一次显化而出 且无比的真实 我要出关了吗 在线战场中的金屋王自语 他单手拎起神堂 挡住了神炉的必杀一击 天空中像是有十轮太阳崩碎 但凡见到这一幕的人都惊悚 金屋他画天欲外投影险形 鹿鸭大叫了一声父亲 他知晓这一次的险形与上一次大不相同 这个父亲有强大的战力 这一次金屋王的身体无比清晰显化 这是一个如同魔神一样的中年人 光站在那里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在他的眼中山河崩塌 岁月变迁 星辰化蜜 无比的沧桑于可怕 他吃神堂 站在虚空 轻轻一阵 景桃拍案 这方天地都要破灭了 叶凡掌心拖着神炉 身体剧烈摇产 向后退了足足二十几步 在其眉心出现一道道裂痕 一缕又一缕鲜血唐落 还是可怕 砰的一声 他终于站住了身形 脸色无比冷漠 一语不发 望向前方的可怕王者 金屋王的声音很冰寒 有些意思 如来自炼狱中的魔神 我身硬 道更尖 你想斩我遂仙台 那注定成空 今日即便你显化在此 我也照斩鹿鸭 叶凡喝道 有我在 你还能斩他 金屋王的声音浩大幽远 在天地间隆隆回响 朕的每一个人都气血翻涌 即便是他画天欲外投影显形 他依然是如此的可怕 无愧为当时的一个魔神一样的存在 叶凡无比坚定 小你在 我照斩不悟 是吗 金屋王默然 世间一切 似都未放在心头 突然他猛的抬起头 双目变得无比可怕 充满魔性 如两口黑洞一样 里面有星辰坠落 在这一刻 他拥有一股极其可怕的气势 像是可以望山山崩望海海干 这是绝代高手的风范 一眼望尽大荒 山川轻浮 他与神堂 凝结一体 无形的威压就让人受不了了 就更不要说 他轻轻一阵 叶凡的眉心再次绽放裂痕 一道又一道纹落出现 血丝如珠王 他像是要军裂了一样 绝代高手 大成的王 他画天域外 投影显形 同样的无人可敌 丽天宇燕一溪暗中叫道 叶凡快走 又不是真身降临 今天我斩定路压了 叶凡坚毅的说道 催动神女卢 如果你再多一件圣兵 或许还有希望 不然 金吾王突然住口 目的望向另一边 与祖大骑胶着在一起的黑色头骨 突然光芒大圣 发出了远古圣人之威 这一刻 时空混乱 天地震动 像是有几件圣兵在交击 天地间一片赤圣 所有人都闭上了眼睛 当人们再次睁开时 叶凡掌心拖着神炉 大口磕血倒退 眉心差一点被打穿 另一边 金吾王的脸色冷到了极点 一片血雾在不远处飘开 似还有一道灵力的笑音在响阵 鹿鸦粉身碎骨 行神俱灭 金吾王冷漠而无情 头骨中 藏一件远古生兵 并未因失去了这一子 而怒火冲天 所有人都呆住了 叶凡可真敢出手啊 当着金吾王的面斩了鹿鸦 黑色的头骨 剔透晶莹 闪烁幽光 这是一个如完美艺术品一样的神物 属于当年的太阴圣人 此时 他吞侠土锐 蹊跷内阴韵 争腾 如有生命一样在颤抖 正是他一击突破了金吾王的防御 小六 你让我失望了 在这年纪 神死盗宵 我可对你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扶不起 金吾王没有悲怒 更无咆哮 他很是平静 像是在说着一件与己无关的事 神色淡漠 这却更让人觉得可怕 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瓶颈 还是他的性格就如此呢 泰山崩于眼前而不动 不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